大家好 虽然我以前没怎么深入研究过百度SEO 却找过一些SEO的服务 做过一些尝试 这节课和各位分享一下 从百度找过一种叫做SEO诊断的服务 他们负责出方案 是那种网站修改的方案 我们负责具体的实施 实施后网站排名确实有改善 但是效果仍然不理想 关键词的排名很难进前三页 还找过一些便宜的SEO服务 这种服务对于那些冷门词 竞争不激烈的关键词排名还可以 像一般的中等词排不上去 那些冷门词即便能优化上去 但是也需要很长时间 而且能排上去的关键词的数量也有限 整体来看效果也不是很理想 后来还找到一种叫按天付费的SEO服务 按效果付费 关键词的排名达不到前两页就不扣费 这种服务排名效果不错 时间和排名都很可靠 排名上去了 没想到又带来一个新问题 那就是排名好了 但是转化率不一定好 来咨询的潜在客户的数量和质量都不好 也可能是个案 另外这种按效果付费的方式价格不便宜 甚至会超过百度净价的投入 下面再和大家分享一下这个视频的重点 就是这种按天付费的方式刷新了我对百度SEO的认知 我原以为只要把网站自身做好了 按照网上的那些教程 不断的修改调整网站 让网站对搜索引擎更加友好 并且坚持内容原创 这些做到了网站自然能得到一个比较好 比较合理的排名 这种按天付费的方式 他们的技术几乎不修改我的网站 甚至我看不到网站改哪了 也不知道他们在站外做了一些什么工作 总之需要等上半个月或者一个月的时间 你要的那些关键词 大部分都会排到百度首页或者第二页 很神奇吧 不管你们服不服 反正我服 开始我以为这是个案 我的网站可能自身已经优化的很好了 只需要他们的一些小动作 就可以得到很好的排名 但我后来还测试了几个其他网站 也都得到了很好的排名 看来不是站内的问题 从他们这种百度SEO的方式 我得到一点灵感 只关心站内的完善是不够的 一定还有一些很重要的站外工作 具体是什么我不知道 但我感觉这些站外工作 不单是花时间和精力就能解决的 应该还有金钱的投入 至少我感觉百度SEO是这样 谷歌SEO是不是这种操作 我不知道 以上这几种SEO的方式 他们的思路和操作方法完全不同 效果和成本的投入也不一样 但效果和支出是成正比的 花钱越多 效果越好 这些年我也看过一些SEO的书籍 也接触过一些SEO的相关人员 询问过他们关于SEO的核心和秘密 但是从他们身上得不到统一的答案 我估计我是还没遇到真正的百度SEO大神 不管SEO真正的秘密是什么 我目前做的网站还有哪些欠缺 未来可能会得到答案 目前能做的就是用现有的知识 把网站自身先建设好 不断地学习SEO的新知识 并且运用到网站上 这集内容就到这 我们下次见